这个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齐威王 齐威王在继位之后也是不理朝政 当时齐国处境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们要去看史记 他的记载是这样的 他说 齐威王元年 三晋因齐桑来罚我灵丘 六年鲁罚我入阳关 晋罚我治柏陵 七年未罚我取薛陵 九年照罚我取真 所以你会看到齐威王一直到齐威王九年的时候 不停的有别的国家来打他 而且齐国每战必败 齐国这个时候是有亡国之忧的 于是有一个游说之士叫做淳于昆的 他去劝谴齐威王 淳于昆这个名字我们在讲孙旁斗志的时候也提到过 他没有直接劝齐王 而是给齐王出了一个谜语 他说国中有大鸟 指王亭之上 三年不飞又不鸣 王之此何鸟也 齐威王的回答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 他说这个大鸟三年不飞 亦飞冲天 三年不鸣 亦鸣惊人 然后呢 淳于昆就走了 其实齐威王是骗淳于昆的 他并没有说从此淳于昆一走之后 他就开始一鸣惊人了 没有 他又整整玩了六年的时间 他继位的时候可能是很年轻了 他等于是从继位开始 三年之后见到淳于昆 然后又玩了六年的时间 到齐威王九年的时候 他突然间有一天 准备处理国政了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 三年之后